您体重哪里多长呢 我140多斤 身高哪 1米6 你这个身高体重 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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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嗯 养生说超表 相亲现场 大姨略显丰满了身材 直接受到大姨的嫌弃 没想到大姨的回怼也绝不含糊 今天来相亲的是73岁的张大姨 别看她的外表其貌不扬 但年轻时却很风光 张大爷年轻时 是国家石油的一名高压汉工 负责石油管道的焊接工作 在当年的汉工队伍里 他可是出了名的一把好手 在辽宁的时候有10毫米的缝 这口队上穿越铁路 那有不少汉工是什么的手啊 10毫米是两个口之间 对上之后缝有10毫米缝 来不上了 不允许添加任何材料 就是汉 你想说哪个东西说是一个钢筋吧 或者是是一点东西吧 这是不允许的 我师父是著名汉工 他下去把这铁人连上了 他那边是他汉的 这边是我汉的 那上面那些汉工跟他瞅着 凭借着超人的汉界技术 张大爷获得了很多的证术与荣誉 如今虽然已经退休多年 但他仍然是一个嫌不住的人 看得出张大爷还真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 除了这个特点以外 张大爷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身体特别好 除了血糖有点偏高以外 身体的其他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 如今他就想找一个身体健康的另一半 根据张大爷的要求 红娘给他物色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你好 红娘圆圆 圆圆呢 于阿姨今年58岁 如今在长春给人家做住家保姆的工作 我打工在他家 在他家保姆 他都不用那啥你背你抱 他不用管 就是倒倒尿了 领了上厕所了 完了那个洗洗算算了 擦擦无地了 就这活都没啥大活 这些年凭借一双勤劳的双手 于阿姨给自己闯出了一片天地 离婚以后了 我就在城里打工 从那上城里这十六多年 给自己交了十一万块钱社保 还有买栋楼 去年栋楼里买的 把啥都算是二十万吧 如今于阿姨有劳保也有住房 唯一缺的就是一个能相伴到老的伴了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于阿姨的要求有点特殊 不想找半顿班 你想找半顿班的 你说这他皮要不好 你说这我再不让点 那我 见头那我都没将近 后来我能将近他吗 所以说我就找岁数大点得了 别人找半都愿意找小的 而于阿姨却偏偏要找一个老的 了解了于阿姨的情况后 红娘决定让她和张大爷见上一面 那我就张同学 张春山呢 书七十二 是不是瞅着见着面吗 还行挺好的 我五十八 一见面 于阿姨对长他十五岁的张大爷就挺满意 但张大爷却在于阿姨身上挑出了毛病 外貌臭太胖了 我一大眼就看出来了 有没有三高啊 我啥都没有 身体都挺好的 抽烟不得 抽烟 抽烟啊 喝油的 不喝 生的坏习惯都没有 别看于阿姨长得胖 但三高却一样也不沾 可抽烟这件事 却让张大爷非常介意 抽烟因为特别反感抽烟 烟一闻着 马上就有反应 那酒也是 我这提纸特殊 听了张大爷的建议 于阿姨也明确给出了自己的态度 阿姨这个烟 不戒 不戒 就这一个爱好了 再戒了啥爱好没有了 一个烟 二百度的细菌 知道不得 知道 其实于阿姨也并不是不想戒烟 只是张大爷的这种态度 让他有些接受不了 你看着我了 所以啥也不管你 这以后我被注资格慢慢就戒了 因为啥对身体不好 你要是大头就那事了 我指定不能干 接下来 张大爷就于阿姨的体重问题再次发问 您体重哪个多长呢 我一百四十多斤 身高哪一米六 你这个身高体重 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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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抽烟 你放学好多 我好 养生说抽烟 面对张大爷的当面嫌弃 于阿姨也是有话要说 养生养这养那的 你说老伴就说老伴得了 还能个一百斤打标啥的 你看中算这一堆这块的 看不中就拉倒得了 说哪咋呀 可越是不让他说 张大爷越是说个没完 听了张大爷的这番关于肥胖和寿命的理论 于阿姨却表现得不以为然 你别说减不减肥 也是命天注定 我不信那些事 但显然 张大爷对肥胖这件事 确实相当的在意 他决心必须要找一个瘦一点的老伴 你当我朋友吧 那 大胳膊处吧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老铁 对于张大爷的观点你赞不赞成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